各位LGH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場要跟各位做開箱的是鋼彈WOV所出現的GNX的模型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就是它帥氣的合繪 那在場這一次所要開箱的機體是Debra的機體 那它的機體在鋼彈WOV裡面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於 它是紅色而且它是有角的 那它的外合合繪呢也一貫就是用紅色的單色的色調來呈現 那這個GNX它的最大的特別就在於它的腿部 就是它的肩膀以及武裝 那它的腿部各位可以看到說這裡呢變成了推進器 那肩膀這邊也加了防禦棍 然後頭上這邊加了腳 那再來呢就是多了這個長毛型的武裝 那最大的特點呢就是變成這樣子 那整個GNX的機體呢其實相當的帥氣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看一下它側邊的合繪吧 一樣呢它的合繪呢就是機體的編號 那短邊的合繪呢也就像這樣子 好然後呢另一個長邊的合繪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把盒子打開來看一下裡面的零件呢總共有哪些吧 好 首先呢它的說明書呢並不像一般鋼彈的說明書 就是它會有一些外面的帥氣的合繪 它就是算是一般的說明書 然後呢它呢就會有像這樣子的說明 那裡面呢當然就會教各位怎麼來進行製作 它呢是整個這樣子拉開來的長型的說明書 好就教各位呢怎麼樣來進行製作 好 那再來呢就是它會有這個 就如果呢你在日本的話呢你有一些料件呢是缺少的話呢 可以用這一個呢來去跟它做兌換 好如果你有缺件的話就可以用這個 好 那再來呢就是這一次的這個貼紙啦 這次的補色貼紙呢沒有意外的話呢 賴桑應該也是大部分呢都不會使用的 好應該呢會使用的話呢只有就是 呃這個紫色的 然後還有呢就是眼睛的這個貼紙而已 其他的部分呢賴桑應該都會盡量 然後呢用補色的方式呢來呈現 好那再來呢就是這個關節的軟膠套件 好那首先呢我們要來看的呢就是框架A 好框架A呢它這次的前幾個框架呢 都跟一般的GNX呢是用同樣的模的 那框架A呢就是其中一個 它跟GNX呢所用的模呢是一模一樣的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說這邊就是武器啊 然後GN乳啊擬GN乳 然後呢身體啊等等的零件呢在框架A 好那再來呢紅色的這個呢 框架B 好它呢用成形色呢來呈現就是Debra的機體 在框架B 好那接著呢大部分的灰色的零件呢 框架C在這邊 好框架C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有一些地方呢是不一樣的 像是這個框架G1 像是腿部啊頭部啊等等的不一樣的零件啊 還有就是頭上的腳的這個零件呢 在框架G1 好那再來呢就是框架G2 像是腿部啊等等的零件 好框架G2 再來呢看到的就是框架I1 框架I1呢就是 長矛型的武裝的零件 在框架I1 然後再來呢框架I2 一樣呢是武裝的零件 那最後呢就是框架I3 好框架I3 好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呢 GNX Advance GNX的外盒開箱 那接下來呢 LINE賞呢會來開始進行製作啦 那我們這一次呢製作過程呢 一樣呢會拍成影片給各位看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到我們LGH的頻道呢 訂閱並且呢打開小鈴鐺 那想要第一手得到影片訊息的朋友們呢 可以到我們LINE賞GameHouse的Facebook粉絲團呢按讚 那我們今天外盒開箱呢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各位LGH的朋友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